朋友们好,我们继续说过时了 上一节我们说,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关于取消高考制度的呼吁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北京四中学生和家长们的支持 那么呢,四中学生的是给毛主席的信,公开信,呼吁书 和四中家长的来信,最后都刊登在了1966年6月份的人民日报上 但事实上呢,事实上是四中家长的来信和此前的四中学生的公开信 这个操作者是同一拨人,这一拨人的领头人就是孔丹 孔元的儿子,他母亲是许名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毛大命之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那么,孔丹是谁?我说,我之前说的造反派的时候,学生造反的时候 我们说到了联动,说到西九的时候,我们说了孔丹 这孔丹就是西九的司令,就是联动分,联动的一号的头目 这个孔丹不得了 在王丹一开始,一直到后来所谓的改开之后 整个这个过程中,孔丹绝对是得风济之先充当自改派的这个马前祖 就这么一角色 王大明之初,因为在西九和联动的这些个暴行最后被清算了 但是因为他的政治背景,家庭背景等等 他个人没有受到什么过分的追究 而几乎全身而退的这个孔丹 在共产党的叛徒们上台之后 在邓小平式的改开 全面展开之后 又是第一时间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尽 这孔丹当时不就是 在这个彻底清查三种人清算造反派 那就在这样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他不就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吗 希望陈云同志能关注一下他们这些人 就是这些所谓的革命干部的子弟 王大明之初 怎样为了保老干部们出生入死 最后呢 被这个所有的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们给迫害过 然后呢 这个现在啊 这个改革开放了 这样的时候这个他们 应该 得到他们 应该得到的东西 这后面这句话不是他说的 这是我说的 他那方心的意思 中心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建议陈云 建议这些老人们 江山靠谁手啊 你得靠自己家孩子 是不是 陈云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犯了不小的错误 陈云看到了孔丹的这个来信之后 做了批示 中心的意思就是 国家以后交给自己的孩子们 起码这些人不会 在我们百年之后 他们挖我们的祖坟 中心的意思啊 陈云当时就是做了这样的批示 孔丹的这封信和陈云的批示 一下子就让 当时的中共的所谓的一些个二代 集体式的走到了 所谓的邓士凯开的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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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口浪尖上 成了弄潮儿 中国的第一批官岛的主力 就是这些人 包括走私 都是这些人 都是这些人 他们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加个宋伟治 搞官岛 批桥子 甚至玩到走私 到后来 啊 然后怎么样 进水楼台先得月 化工为私 都是这些人 而孔丹是他们其中的 结束的代表 你看 结束的代表 孔丹后来不是这个 中信的掌门人 中信大家知道 中信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结构 容易人挂这个老板的头牌啊 但是 王震的儿子 王军啊 什么的 都是真正的中信的这个 这个大老板 而孔丹 就是成为了中信的掌门人 孔丹后来的历史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而孔丹 当年 就恰恰是 北京十大重点中学之首的 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 团支部书记 并且孔丹那个时候就已经 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 学生党员了 你想那个时候 王大明之前的时候 高中生能入党 这得是 这得是何等的天才 演号的天才 孔丹 就是因为他掌控了北京四中的高三五班 团支部书记 那相当于党的书记一样 一言九鼎 那时候可没实行班长负责制 而且他还是学生党员 所以就是这个孔丹 当年 登高一呼 下班人肯定想应了 东班同学 然后就给王岐写出了 岁出高考制度的 这样的一封信 发出了这样一个缠误 孔丹 孔丹为什么这么做 孔丹为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这么做 这个东西 我们作为后人 现在我们不敢 这个 去无中生有的 去揣测 去想象 但是你可以 我们可以 这个推理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从孔元 许明他文革期间的遭遇 包括孔丹 在文革之初造反 最后走上歧途 包括他在联动 和西九的作为和他的身份 再一个得深究一下 当年联动和西九一开始的时候的 这个后台老板 谁呀 首都工作组 那个时候的这个 联动和西九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那时候 那么样的可以横行无忌呢 说打就打谁 说杀谁就杀谁 甚至 而无人追究他们的行事责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像西九这样的 学生造反 组织 一个个子的 这高干子弟们 手拿皮带 钢鞭的 然后就可以霸占了 九三学社的这个总部 把这些老先生全也赶走 把九三学社的总部 变成西九的这个总司令部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 他们是首都工作组 维持北京 只去的 依赖的意志力量 当年的西九和联动 一开始的时候 是得到了首都工作组 叶剑英啊等人 尤其是周恩来的 默许与支持 所以 你像 在此之前 那是八月份的时候 西九和联动 你这六月份的时候 孔大能这么干 你就能拉出这条线来 他妈妈是谁呢 许明 许明是谁呢 国务院副秘书长 此前做 事实上国务院副秘书长 也就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周恩来的秘书 你看 周恩来秘书非常之多 毛主席曾经批评过的 毛主席说 我写东西从来我自己写 你怎么搞那么多秘书 周恩来不好意思 回去把很多秘书 说那你别当我秘书 当啥呢 当秘书长去吗 或者当副秘书长去 事实上呢 有一些个公共职责 更多的还是专门做 专门的秘书 名分变而已 那么 孔丹为什么在六月初 能从女中的这封信里头 秀出 一个动向 包括那时候国务院直属下属的 这个高教部 开那个座谈会 高考问题的座谈会 我们那天说 是高考的控诉会 高考控诉会 赢罗列的这个高考制度的 这些个弊端 这些东西 这个宣传出去之后 孔丹为什么能够及时 抓到这种东西 然后 结合着女艺中 学生的这个会书 第一时间 就干了这么一票 写了一封信 发出了一封会书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 他是给当时的文化大明运动之初的运动的领导者们 就是刘邓他们 及时的递上了一把梯子 这个是有学者就这么研究出来的 就是民间学者就研究出来的 就这么一个结论 实实就是的说 这个新伟哥也算是民间学者 共产党也不过名分 我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深以为然 因为我曾经就这么想 我把他们这个联动西丘 联动登峰造极到最后砸公安部 什么占领公安部 六六年年底 六七年年初 最后怎么把他们抓起来 后来毛主席怎么 给他们网开一面 告诉江青把孩子们都放了 怎么怎么抽 江青放了 给他们开会 给他们大多数人热泪盈眶喊江青阿姨 什么的 孔丹那时候 他知道的东西太多 他很多东西确实秉持着 确实不是自己的思想 他秉持了很多是父辈们的要求和指令 从一开始 以孔丹这些人为代表的 包括贺龙的儿子 刘少奇的女儿 什么这些 包括邓普方 包括邓南 什么邓荣这些 一开始他们就 旗席鲜明 立场坚定了 站在了老子这一边 如果你说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 斗争的目标是什么的话 那你就是睁眼说瞎话 或者你根本不了解那段历史 你联系这些高干子弟们 他们文革之初的那些暴行 你看孔丹做的这些事 你看刘婷婷和贺蓬佩 他们在清华做的那些事 清华二校门 现在那不是假的吗 当年那二校门 不就是贺蓬佩 他们掉头拉机一个拉倒 是不是 然后他们对款大树 做的那些个东西 他们怎么样配合着 王光美阿姨做的那些个事 所有这些东西 包括邓荣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变校长 这个怎么死的 这其中邓家的女儿们 扮演了什么角色 等等 所有这一切 你联系起来 你就把这个历史基本就能理清楚 什么呢 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你像孔丹 抓住女狱中的这个倡议书 然后呢 就以四中高三五班名义 就就就放了这么一炮 我说事实上是给当权派提供了一把梯子 你说他们之间是私下里开过会吗 不一定 但是他们知道这场黄花大革命 斗争的毛毛毛毛毛头 毛头 事实上最后要落到他们的父母的头上 所以 所以不用开会 不用喝酒 不用通气 屁股 决定脑袋 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他们应该怎么干 尤其你像孔丹 他爸爸孔元 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警告部部长 你包括中央调查部 中央调查部的部长 那他手里 你知道孔丹 孔元的时候 那脑子里装了什么东西 你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 国务院的副民修长 装来的秘书的 许名的脑子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孔丹 递了一把梯子 给了当权派 那么就像一些学者说的 政治就是这样子 政治家 要做一件事 要玩一票大的 那么 他一定会 以民意的民意 他不会说 上去了我就要这么干 那你喝着盖寡 那还得了 所以一定要在此之前 为了达成自己的 这个政治诉求和目的 一定要事先做好民意方面的准备 民意是什么呢 现实在这 政治家的企图和目的在这 民意就是这把梯子 连接上下的这把梯子 那么对于高考制度 中国人民当时怎么想的 尤其是非高干子弟 非这个什么资本家子女或什么的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民的孩子们 他们对高考制度是怎么看的 因为受教育的权力不平衡 不均等 尽管那时候受主义已经搞了17年了 但是 毛主席为什么在66年年初 65年的时候跟毛雨昕有谈话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呢 这就像为什么毛主席65年 发出六二六指示一样 为什么 那么样的 声色俱力的批评 卫生部 城市老爷卫生部 一样的 卫生部 高教部 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已经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事实上那种高考制度呢 在民众之中 那是深恶痛绝 但是他们的声音 说不出来 传不上去 而 当时的当权派呢 眼看着王大明的火烧起来了 就朝着自己身上烧了 作为一种本能的政治反抗 他们要做挣扎 要做挣扎 他们要通过试图夺取这运动的领导权 保全自己的基地利益 那么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 你王大明不是全民运动好 我拿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件事说事 我拿老百姓最愤怒的一件事 他在这个民怨最深的一个事 我把这个事 拿他说事之后 把这个民意 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话 我就可以 向你逼宫 我就打乱你毛主席的 整个王大明的战略部署 我看你面对滔滔民意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要是这脚乱了 民意压不住了 那我就 安全系数不就 多得多 大的大 大的多了吗 很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于是 我们就看到 孔丹干了这么一件事 而这件事恰恰是 满足了上方的这种需求 为什么 取消高考 这动静肯定是太大了 事关全国的高中生 甚至涉及到多少 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 多数的中国家庭 这这么大的动静的话 不可能中南海直接就做个批示 刘主席 需要个民意 需要下面搞出一种声音来 代表民意 代表学生 代表学生家长 也就是人民 孔丹 非常及时的 做了这么一票 而 孔丹的这封信 和倡议书 写给毛主席的 但是没到毛主席那 因为那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和邓 于是呢 中华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 对于孔丹的 四中高三五班学生 及其家长们的来劲 就做了他的重要的批示 而刘少奇之所以能够看到他们的呼吁书并且做出这个批示 也是因为孔丹的师弟 也是北京四中的一个学生的精准的操作 而能够把这件事操作到这种程度 能够把这些事 这件事操作到刘少奇眼前的人 那是何许人也啊 这个孔丹的师弟 北京四中的这个师弟 是谁呢 就是刘少奇的儿子 当时四中的学生 刘武贵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富有戏剧性了 下次我们接着聊 谢谢大家